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对于军事联盟的大结局,网友们的看法不一,有人说这部剧就是以司马懿为中心来叙事,以司马懿的叙事作为终结,处理得当,又有人说司马懿死后还有灭属代位等许多大戏,司马懿一死就结束,实在是烂尾,从官方以前公布的片花来看,这部剧删减了不少戏份, 尤其是司马懿死后的故事,更是一股脑全被剪掉了,司马师和司马昭执政后将会有什么举动,朝堂上又会有怎么样的斗争,吴国蜀国是否会派兵来袭,这些在片花里都有短暂的镜头,可是在正片中完全消失了,被删减的戏份中,有不少精彩看点,灭属之战,司马昭掌权后,命中会为振兮将军, 统筹灭蜀事宜,后来中会,邓爱,诸葛旭三路进攻蜀国,蜀国将为率军与中会相持,而邓爱却率偏师偷渡殷平骑袭成都,流禅和朝堂官员无抵抗之心,成都举起将棋,蜀国灭亡,中会反叛, 剧中对中会这个角色做了许多刻画,作为司马懿的弟子,中会跟司马昭一样,胸有大志,而不愿屈居人下,司马懿隐隐忍的那段日子,中会多次替老师鸣不平,司马昭被司马懿压制,中会也多次探望,还说司马懿不愿做的事情,他愿意代劳,中会率军灭蜀后,志得意满, 在家围的劝说下,想要自立为王,司马代位,司马一死后,司马师执政,并废掉了小皇帝曹芳,并立曹茅为帝,后面司马昭执政,曹茅即换帅公中亲信讨伐司马昭,却被贾崇和成绩杀死,司马昭又立曹焕为帝,灭属后,司马昭儿子司马炎,逼迫曹焕缠离,并立国号为禁,曹卫灭亡, 由于这些戏份中没有主角司马懿,拍了之后却并没有播出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,或许官方是想要出一个网络电影,再把这些戏份补上,又或者是想要再拍一部军师联盟,剧情延续到三国一统,网友们碰到烂剧,看两集都嫌多,遇到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,这样的良心国产剧, 44集都嫌少,国产剧开始崛起了,我们一起期待吧。